大家好,我是刘欣,感谢你们来听到我的频道。 师傅说,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契合的人,也没有一段不争不吵的感情。 我们总说,希望找到一个真心懂你的伴。 也许这样,生活才能变得美满。 但是啊,生活里难免会有磕磕绊绊,吵吵闹闹的生活里也会有温暖。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齿轮中的一半,把棱角相互契合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圆。 或许,最美好的感情除了乍见之欢,还有见识了所有的不堪之后的久处不厌。 或许,最真实的生活不止柴米油盐,还有藏在吵吵闹闹闹背后的烟火人间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情绪,适当发泄才会让感情敞开不败。 面对所爱之人,敢于表露自己的情绪,才能让他给你真正需要的陪伴。 别害怕争吵会让彼此难堪,有时候不吵不闹,反而比较难办。 如果心事都憋在心里,那谁能陪你渡过难关? 有很多事情,摊看来说,才能解决。 争吵恰恰是暴露问题的所在。 直言不讳,总好过屋在暗处,让他腐烂。 但也不要因此就不知收敛。 争吵伤害的终究还是彼此最珍贵的爱。 珍惜每一份感情,不要让他在不经意间消散。 我是依禅,每晚八点在这里等你。 希望依禅的话,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。 晚安。